记者周燕于台北报道,台北市长柯文哲抢攻退休军工交选票,盘点是否内5万个工作机会,优先提供给退休公交人员,引发议论。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志今天露面受访,发表声明指出,就连北市劳动局做都只可能违法,涉及就业歧视,且更有违宪问题,傲慢到无法无天。 姚更重申两次,若当选,要自己把这些工作机会优先给反年改,再是大运闹场的王八蛋。 姚文志做不到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今天上午举办中正万华区联合竞选,联合配票记者会,姚文志与选区党籍议员参选人周薇佑、刘耀仁、严胜关及吴佩议共同出席。 会后姚受访之际,针对市府市值区一事,特别拿出被妥的声明稿,发表三点声明。 姚文志说,第一,昨天台北市劳动局已指此举可能违反就业服务法,涉及就业歧视,事实上,这几乎是违宪问题。 宪法保障人民不因种族、宗教、地域等条件而有所分别,一律是为平等,因此优先雇用特定身分别,不但违法,更涉及违宪,不晓得台北市政府怎么可以傲慢到这种地步。 傲慢到无法无天,第二,35岁以下的年轻族群,身心障碍者,原住民及上万名流浪教师,他们更需要是政府关心,如果自己当市长,绝对不会把这些职缺,以及学校待课机会,留给已经退休的人。 相反的,自己会优先进入年轻族群,经济弱势及流浪教师。 第三,如果自己当市长,会照顾退休公交人员,他们都是配合年金改革政策,但如果要自己把这5万个工作机会,优先留给那些参与反年改,破坏市大运,闹场的王八蛋,姚文志做不到。 姚列呼吁柯文哲,选举前夕,把这些职区拿去政策买票,涉及违法,请你悬崖了马,如此激旧张的人士安排,无法提升台北市的就业环境,对于年轻族群或弱势族群其就业条件提升。 柯市长,你做了什么?好好跟市民朋友说清楚,记者问,若不会给比较激烈的群众,那会如何照顾一般退休公交人员? 姚文志说,事实上,年金要永续,就是长久照顾,如果年金破产,大家一起死。 他说,大家能够在现有缓步的改革,配合政府脚步,未来市府的长照环境,基本设施,都会让退休人有更多享用机会,那是我们可以做到,但是涉及违法就业服务法相关事项,自己绝不会做。